4月27日 当巴特勒带领热火队实现黑巴奇迹 以4比1的总比分干掉熊鹿队 字母哥虽然轰下38加20 然而被淘汰之后 他的心情非常沮丧 采访时字母哥一度将怒气发在记者的身上 当记者问字母哥 熊鹿队被热火队淘汰了 你是否觉得本赛季熊鹿队是失败的 显然这个平常的问题击中了字母哥的要害 令他非常不爽 他直接说道 你去年就问过我一样的问题 如果你在一年当中职务没有提升 那么是不是说你在过去的一年就是失败的 在NBA每年都只有一个总冠军 没夺冠的球员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你不能说所有人都付出都是没有意义的 迈克尔乔丹在NBA打了15个赛季 他拿到了6次总冠军 难道说他另外的9个赛季都是失败的 凭心而论 看得出字母哥的心情是十分沮丧和充满怨气的 他也试图冷静地回答 还一度解释这不是私人恩怨 自母哥表示 失败乃成功之母 这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只是今年的运气不在自己这边 明年他们会做得更好的 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篮球的朋友记得订阅小六的频道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